-你又是陪你太太去逛这个隐形眼镜也赚钱 我们是被叫去买隐形眼镜 什么叫被叫去买隐形眼镜 因为其实我们讲说隐形眼镜这个东西 它最早期是从硬式的隐形眼镜开始 然后后来变软性的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现在比较常见是日抛型的隐形眼镜 我以前不知道有日抛型这种东西的 我以前的概念就是说隐形眼镜就是你要去眼科那边 帮他做厌光之后的话医生开单他弄隐形眼镜给 然后每天要泡那个要泡那个药水 然后做洗蛋白的动作 有一天我老婆跟我讲 你去帮我买隐形眼镜 我就跟她讲说隐形眼镜怎么会叫我去买 我应该带你到眼科诊所去做厌光配镜的动作 不然我直接买的话你带上去有问题怎么办 她说没有啊你这个老壳壳 对 你不知道 现在是日抛啊你知道吗 我只要度数买好每天带 然后直接就丢掉了 而且日抛的用量很大 对 日抛用日抛 我当时听到就好兴奋了 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天天抛耶 天天抛你知道吗 天天抛就感觉上 我抛了之后就马上再去买一次 再掏一次钱 那这间公司一定很赚钱 我的概念上呢 立刻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联想 所以我那时候找到一间公司叫做精华光学 那时候的股价大概 我印象到那时候大概三百多块 然后后来的话一路涨到大概七百多 涨到七百多块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去被指使买隐性已经又赚钱 对对对对 她的毛利 是啊 你看跑腿多好 天啊 毛利真的很高 那你老婆最近有要你买什么吗 没有 她最近比较少叫我陪她去逛街了 因为那时候精华光学这间公司的股价 那个毛利率高达70% 像我们早期一开始在科技业上班 那科技业的毛利很可怜 10%左右 大家就要那个去开party庆祝了 你知道吗 它70% 我看到就很开心就跑进去买了 对 其实所以生活投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你要有联想力 对 要很会想 你看到没有感觉 但是会投资人他就会去想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投资的商机 对对对 因为其实有 这有时候就是说 当你把你的生活的经验 把它跟财务的一些资料做连结之后的话 你会突然的去发现去 原来这个东西它就是在你的身边 你不用 也不用说特别去找 因为像刚刚那个 庆祝这边有提到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能够抱得住 抱得稳 抱得久 就是你对他有感情有连结 那像我们从生活里面选股的话 其实你得到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 你还有发现有一个公司 它赚钱的方式是像水龙头一样 一转开 一直流 一直流 赚个不停 对 你哪有这种公司 有啊 真的 什么公司 因为其实这是我在跟我哥哥聊天的时候 不小心发现的 聊天也可以发现 赚钱如流水的公司 对 赚钱如流水的公司 这厉害 这间公司是做什么的 我帮各位介绍一下 油漆公司 做油漆公司的 你知道吗 我在跟我哥哥聊天的时候 我哥哥就跟我讲什么 他说 我每天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公司的那个 类似这样调的那个 设备 然后就让他这样子转啊 转啊 转啊 然后混料调完之后呢 旁边就有个类似像水龙头的东西 就一直装罐 一直装罐 一直装罐 他说 我看了我的油漆 装在罐子里面的感觉 就好像钱从水龙头 一直流出来一样 你知道吗 油漆这个东西啊 你买回家 对 一旦打开使用之后啊 如果没有用完 基本上你下次再用的时候 你就是重新再买一罐 真的啊 对 真的 因为会干掉 这一罐怎么可能用完 对啊 你一次买五公升桶嘛 可能你刷一面墙壁刷完 就只用到一公升两公升 你其他全部都丢掉耶 所以你也是一种 反复一直在用 一直在用 一直在用的一个概念 所以像这种啊 哪游戏的人有这么多吗 可能要重新装潢住此类的吧 不过它是一个垄断性产业啊 对对对 那问艾咪就知道啦 那要做房地产嘛 要做装潢嘛 那里面就一定要用到很多漆啊 所以这小北百货也有卖 小北百货也有 小北百货也有 对对对 所以像 所以像这样子的公司的话呢 我们就会非常的有有兴趣喔 也就是刚好在你的生活里面 聊天的时候不小心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课点啊 就很开心啊 就刚好去找这家公司 我记得我当时买进的时候大概五十 大概五十块左右买进 我大概报了四年 哇 报四年 好厉害 就像跟哥哥聊天 就可以找一个普票报四年喔 对对对对 因为他大概每年可以配五块到七块的现金鼓励 那我那时候卖掉的时候大概是八十几块 对对对 就是这一段时间报起来的报酬率其实还不错 像很多观众可能觉得我生活很贫乏 我怎么想不到可以做这个什么 你要不要推荐一下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叫找哥哥再回去好好的聊天一下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 其实当然说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话 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一个个股嘛 但是你在选这种个股的时候的话 有一些东西 我们还是必须要去注意一下的 那刚好我在这边的话呢 有把这些 应该要注意的东西的话呢 我把它整个都整理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些是都可以买的是不是 这一些的话呢 就是完全符合我们对生活选股标的物的这些的股票 这些的话大部分你在生活里面都会遇到啊 比如说像保雅 全家 统一超 华仙子 凤凰统一 这个你生活在路上走的话 你都会遇到这些公司相关的一些产品的应用 而且这些公司哦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现金鼓励的发放的次数啊 这随随便便都是发放15次20次以上 老板大方 很多科技公司啊 可能发个五年六年就不发了 因为他赚不到钱 那就发不出来了 可是像这种生活用品的公司 随随便便都是十年以上 所以这种就是非常具有高度稳定的一些公司 而且配的又很大方 你看他的发放率 我每个都是七十趴八十趴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今天公司如果赚十块钱 八十趴的话就是我拿八块钱 当现金鼓励 配发给股东 你说这种东西大不大方 我非常的大方啊 难怪股价一直飙 对啊 因为大家就会很爱他嘛 当很多的投资人爱这家公司的时候 他的股价就会一直就往就往上走啦 钱没那么多的有没有便宜点啊 便宜吗 有啊 其实这种 其实像这种股票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从高价到地价 你要做各种不一样的选择都有啊 比如说你说在十平股啊 或是金融股的部分 你就可以挑到一些股价比较低的 那事实上呢 这个也是你在生活选股上面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一个标的物啦 所以说我在讲说 其实观众朋友的话呢 不要去排斥 你在日常碰到的这一些公司 其实他真的很多公司都是有潜力的 你不要错过 我以为你应该看到一个人是看到了